我先就進不去嘛 不然就是附近的旅館先住一晚 等早上 我就沒錢 不然我現在攻擊你告我襲警 送我去地檢署 我放開 我不想提 不然你先告我襲警 我不想提你 進不了家門男子生氣氣 在園警面前暴怒過意動手 要求園警將他送辦 你現在已經送我報白 你現在已經送我報白 有啊 怒出來園警兩腳 男子把回不了家的怒氣 全發現在警察身上 當下被壓制在地 告知你啦 你剛才你出腳 攻擊我們兩位園警的下體 你現在就發生公務罪 原來在這之前 他半夜回家 卻發現電子鎖煤電進不了門 報警求助 卻因為半夜鎖架沒營業 他竟然生氣 遷怒到園警頭上 當場把園警手臂踹得紅通通 因為一直情緒失控 瞬間暴怒 連串的本手的同仁 的下腹部 以及那個手臂 也有同種的情形 最後還真如曾信男子所願 被依妨害公務逮捕 還帶到警分局 等候移送地檢署 警方調查 嫌犯年紀輕輕才20歲 卻有傷害跟竊道前科 而警方說他在等候移送時 看到園警好心買給他的麵包 還時空怒吼 我最討厭麵包了 看來脾氣真的不大好 記者賴關章台南報導 請問他 請問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